第八章第十二节 耶稣有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标得着生命的光 好错原来 当我们要学习门徒训练的时候 不是我们这样 参加达了一个名字 这种方式就是门徒训练 这种呵护方式就是门徒训练 那神就认可了 门徒训练其实按着圣经里面 是一个指定的特质 但是就如我前两天说 在过去那么多年当中 在对一里面占半数以上的人 其实他们希望是呵护 而不希望是边策 但是我据个实际的例子 让大家去理解边策 和呵护的分别 就好像曾一何时 我自己本身都是 和我自己的儿子的 但是按着我自己的儿子 不断去成长的话 他一直长大的时候 我开始在他面前 不单止开始教导他 而并且以一个教练的身份 去锻炼他 当然我是绝对有资格做到这件事 第一就是我是父亲 第二基本上在我过去的二十五年里面 不单止说教育过十路仔 我教育过人成为一些出色的 在社会当中的同僚 成为在教会当中的领袖 所以其实我本身是有足够的本钱 可以去教育我自己的儿子去长大 但是只不过如果我一生是用保姆的态度的话 或者以非容身份去的话 我基本上就不可能教育到我儿子去成长 但是当我儿子一路一路成长的时候 我就会预备他的心智 预备他的明白 其中一样就是 我会找V领袖或者很多其他人去找一些励志的片 真人真事的励志片 就是那些是特别针对球队 他们怎样赢赛事 一些出色的教练 他们怎样使他的球队战无不胜 就是有些教练使他们的球队三百多场的赛事当中 都赢的 只是在他一生带领这个球队当中 所以传说当中的领袖是真的存在的 是战无不胜的 一生只是输过几场 有些是三百多场 有些是四百多场 有些是六百多场 是连战连胜的 哪个球队有了这个教练 他就可以赢了 当我给这些戏和刺恩看的时候 刺恩慢慢会明白和理解 原来人生是有两种的 一种是会遷就人 但另一种原来更精彩 当他看到球队由一盘散沙 变成一个团结的群体 到最后他们享受他们的人生 甚至这些人 开始由本身一事无成 变成一个人在完成了他们自己的竞赛之后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离开学校之后 他们都能够成为有用的人 有些成为CEO 有些成为医生 有些成为球队教练 他亲眼见到 原来真的原来教练在生命当中 是提升的程度 不是延传得到的 连刺恩都能够明白得到 原来真的教练在人的生命当中 是可以给我们提升的 当我刺恩越理解教练的概念 我就才慢慢以教练的身份去鞭策 这个做法合乎两个最基本的原则 第一是CEO 是乐于不单止接受科乎的 他乐于接受教练给他的训练 第二就是他身边有一个 合乎资格的教练去帮他 而实际上这两点 可以说是我们石安一直等了这么多年 希望到达的标准 而这套相式其实 由一季之前 三四个月之前和大家分享到现在 就是去预备我们教会今年 是应该是时候 去预备我们部分的鼎子梅去接受 好像教练一样的鞭策 当然不是说 这些教练是人 对一理就当是你的教练 因为事实上这样的人不是多的 所以在我们教会当中低层的对一系统 仍然是维持以前那种模式 一些可能是科乎 悶科乎方式 或者是友谊方式 或者是小梁的鞭策 但我希望在教会当中 我们慢慢是一些合格的师傅 就像我们现在的系统当中 有学习做师傅 有些是师傅 这样 这些的师傅不一定是完美的 有些的师傅 可能你甚至觉得是猛 有没有他那么顺传正直 你的信仰由开始到现在 有没有那么坚固 你自己本身在过去的信仰当中 你跌到的次数 是多于别人一百倍 如果是这样的话 有些事情可能在这个师傅身上 你值得花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去学习 所以我自己下面的这些九个对一 我会将他们自己的对一 是所谓大兜亂 让每一个他们对一的人 都能够学足他们自己的范畴 比如姐妹的 学足三个或者四个我自己的对一 他们的优质 有些可能真的是他的顺传 有些就是让他们学习中心 你不能够要求一个对一当中 要完美的主耶稣 你才肯跟着学习 如果不是的话 你会觉得不行 因为不能开户我 不行 因为我很烦 要我做多了事情 不行 我吃虧 如果是这样的话 很明显 你不是很适合成为一个门徒 至少不适合成为那么高层的门徒 因为门徒不能够一生只希望有保姆 门徒是要去鞭策学习 尤其是最重要的其中一件事 就是学习发光和付出 当你遇到一个能够在数学聪明的人 你不是说希望在这个数学聪明的教授 就学到圣经 这个是完全不合理的 完全 当你跟着一个英文聪明的教授 你又不会说希望在这个英文聪明的教授 当中一定要学到性格 当你跟着一个化学聪明的教授 你又不会说希望在一个化学聪明的教授 就学习到英文 但是问题你会看到在今时今日 很多要求苛乎的门徒 在我们教会当中 甚至是完全是不合理的要求 他们不懂得欣赏和学习 而偏比对一的人的优点 而实际上这些优点 就算你拥有其中一点 都已经是足够独当恩 而这个就是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当中 能够让师傅阶层的这些对一 能够在短时间中将他们的优质 去传递给他们身边的对一 所以在全职或者高层就知道了 其实在未来的这一年里面开始 我们教会就会让好 能够在高层的全职 或者是对一有个这样的机会 就是说他们能够轮着 每一个不同的对一 在高层里面是对一年 让他们能够在一年里面学习这些优点 如果他们能够出类拔萃的话 有些甚至会升上来比我对 但如果他根本只是一味要呵护 一转就已经觉得 没有学到的了 但问题明明对一 可能是十倍八倍 但因为以前他们懂得呵护他 现在这个不懂得呵护了 现在觉得要他们付出多一点 已经不服气了 这样就宁愿将他降下来 需要被呵护的光景 因为我们已经进入神时代计划 我们的教会是被神带领下 我们一步一步按着圣经的标准去做 但我们不能够将那样东西变成传统 而只有敬虔的外貌 没有敬虔的实意 我们下下又说自己是门徒 下下又说我们已经是门徒训练 但问题是相距圣经所说的门徒 根本这些人是只是希望被呵护 根本从来 不希望自己去发光的 以后翻译第八章第十二节 耶稣有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走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希望为我主将生命呈现消尽 由像活祭般今献我探伤 希望让这生显光芒燃燒白亮 一心想靠你 一心想靠你 不怕千情露远墙 求你将我察验 除去心中杀意 和我一起 越过切越和风上 一心想靠你 一心想靠你 心志幻强 今天我要欠一切力量 跟着你带领 奔往前程力向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